KATANA KATANA 那我相信五、六年級生對這部車應該非常的熟悉 那個時候,這個KATANA刀整個線條的設計非常特別 我記得是從1982年那時候推出的 推出之後呢,其實這刀一直生長到將近2000年左右才停產 我記得我朋友就有收藏一部FINAL EDITION 那這個車子,其實那時候國內剛開放重機的時候 因為很多刀的車迷,它其實有從國外辦二手車 所以其實國內有少數的刀,一代的刀是有正牌的 甚至還有二代的夢幻刀 對,確實 那個也是有少數幾部正牌在路上 那這個車子整個設計非常的經典 而且呢,據說最初設計刀的設計師是一個德國人 那這位德國人現在呢,他仍在台灣 在大業大學負責工業設計的這個部分 這位教授 那我覺得這個,所以這部車在國內其實是有一些淵源的故事 那球褲呢,其實剛剛已經試駕過這部車了 那你試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因為舊刀老刀其實我是,雖然我看過不少台 可是我還一直都沒有,連跨路都沒跨上去過 那至於SUZUKI他出了這台新刀 其實就我之前騎的Kawasaki D900RS 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就是一舉同工之妙 就是把現有的車款,然後做了一些工業上設計的轉換跟改裝之後 然後成就今天的KATANA 那我覺得這台KATANA還蠻特別的 它是以K5為基礎 1000cc的引擎可以炸出150匹的馬力 但實際上騎乘起來其實並沒有想像中150匹的那麼猛爆啦 它屬於是比較線性,比較柔順 可是你不會覺得,你不會覺得它太慢 它其實如果它有一種深厚的韻律 就是你給它油門的時候,它會慢慢很順暢的 以線性的方式往上拉上去 我覺得這個感受比我騎D900RS還來的舒服 所以我覺得KATANA在這方面 我覺得它引擎上調校的還蠻不錯的 我還蠻喜歡的 那至於比較可惜的是我覺得 煞車的部分 那前面雖然是Brimbo的那個福卡 那後面是用Nissing的那個單對向卡鉗 我覺得就稍微有一點不太夠用了 可是它避震的設定上來講 我覺得強度還不錯 支撐力很夠 然後你在過完的時候你會覺得很靈活 然後雖然KATANA實車比我想像中還要肥 雖然大家在看照片的時候會覺得還蠻瘦的 可是實際上其實還蠻大一隻的 可是騎乘上去,坐上去,騎出去之後 你會覺得很靈活耶 比我想像中的街跑車還要好騎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推薦給大家 OK了,其實剛剛球褲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造型 其實我記得這部車剛推出的時候 蠻有爭議性的 因為很多老刀的車迷 大家都會批評說 這個車設計啊,失去了當年的精神啊 跟旁邊一些特色啊 但是我一開始會有這種感覺啦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實車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還蠻帥的 而且實車的它有些線條啊 油箱的頭罩啊 然後整個一些小細節啊 其實都還有保留著其實當年刀的元素 但是看起來更現代感更摩登對不對 而且你不會覺得實車看起來 會很像拿一個殼硬套上去 你會覺得它每個細節 每個轉角啊 每個銜接的地方都很順暢的平滑 所以我覺得Suzuki在設計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下了蠻多功夫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試著去展間看一下實車 我覺得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對,是的 就是如果說你還沒有看過實車的話 我覺得先不要下評論 看到實車之後呢,再來說 那以後想要知道更多關於重機的試駕內容還有報導呢 當然請密接關注我們Top Gear囉